九二共识体现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 是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最大的公约数 2008年到2016年 两岸关系之所以能够呈现和平发展的局面 就是因为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建立了基本的政治互信 2016年以来 两岸关系之所以遭遇波折 甚至出现动荡 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单方面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所以两岸关系的政解和解方都非常清楚 我们多次表明 只要坚持九二共识承认其核心意涵 两岸之间的对话交往就不成问题